想要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吗 程翘翘想了想 小手不自觉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蛋和身上的穿着 至少应该穿得隆重一点吧 跟身边的男人的症状的样子 好像完全有些不搭呢 Zoho看出了她的犹豫 她唇角琴着笑意 轻声摸了摸她的头 翘翘这样也很漂亮 而且都是相里相亲 还有邻居 没有那么多讲究的 可是 可是我想给他们一个更好一点的印象 这个模样就是最好的 最真实的就是最美的 仙女就是不打扮 也是仙女 说的没错 仙女就是仙女 调什么打扮呢 本姑娘我就是天生丽质 怎么看怎么美 走 下车去 两个人食指就那么紧扣在一起 程翘翘娇小动人 Zoho高大如山 让人看着就觉得很是扬眼 又非常登顿 刚才从后面瞧着就想是阿浩你回来了 没想到追上来看看 还真是你回来了 这是媳妇吗 哎哟 长得可真俊呢 看起来就跟一朵花似的 听到没 这奶奶夸我长得好看呢 听到了 好久没见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媳妇 程翘翘 大家叫她翘翘就好 程翘翘 这名字取得真好听啊 人长得也俊俏 阿浩 你这小子呀 有福气了 好久不见了 你那边